你好 欢迎收看9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如雨慧 农历7月花莲农田水利会陆续在各大水镇举办传统的拜水头仪式 而7号上午来到了吉安大镇 由水利会长温芳荣 吉安省长游淑珍还有各界民意代表农业单位等都到场一同前程祭拜 祈求来年可以风调雨顺水利平安 农历7月花莲农田水利会陆续在各地的水镇举办传统的拜水头仪式 7号上午是来到了吉安大镇 花莲水利会的水镇的进水口有100多处 这主要的大比较大型的有13处 我们分别在8个水利工作站来祭拜 这主要就是祭拜先行跟武力 先民开花这个水镇非常的辛苦 牺牲非常的多 吉安厢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参与拜水头的仪式 并且表示吉安镇是花莲的第一大镇 相公所也特别重视吉安镇的维护与管养工作 吉安以农历想很多的农民在种植上都需要有丰沛的水量 跟充裕的这样的协力跟沟通 当然吉安相公所过去跟农田水利会一直站在协力 跟为我们农民服务的环块角色上来做努力 也希望我们在改制之后 未来我们的协力跟协商沟通努力 为农民服务的区块不会改变 反而会更增长 在这里我们来拜水头 希望丰沛的水源 带给我们吉安更充裕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需求 也带来更洁净更有机的农业 在吉安生根发芽 7号上午的拜水头仪式 由水利会长温芳荣和吉安厢长游淑珍担任主绩 现场还包括各界民意代表农业单位等等 都到场一同前程祭拜 祈求来年都可以风调雨顺水利平安 记者徐立芹吉安相报导